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女导演大家之前见过说话做事不拖泥带水还带着一丝丝幽默 在彩排现场也没含糊跟各个部门沟通的十分顺畅彩排也十分顺利 音乐起 音乐起 音乐 音乐 啥子 哎 先上去布牌 先上去布牌 咱合上呢 郭老师 我刚才报告你姐 一会儿 一会儿我再给你提醒一下 来 先合上 先合上 来 音乐重新的重新 准备 三 二 一 走 喂 小李家 今天我跟双骨喝酒 常怕这么大事啊 你在哪儿啊 你是谁啊你 喝完是谁啊 你是不是喝酒啊 没喝多了 我再喝 哎 兄弟 你背信啊 每个星期你叫我失败的事情 其实是哪儿啊 你也别让我 就这样你让我爸喝了个酒 放在座里的调势 然后呢 先上去 放在座里的调势 然后呢 先上去 然后呢 先上去 这个调势呢 就提起的这个领导品 录制之前 我们也跟这位年轻的女导演做了一个采访 才知道她不仅可以导戏 还能写剧本 就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 都说艺术源于生活 这个小品的原型就来自于这位女导演的生活 您是我采访的第一位女导演 见笑了啊 没有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讲题 主要讲的是一个代价的故事 然后这个原本是代价 但是变成了代喝 去替人喝酒去了 是怎么想到把代价变成代喝 这个非常简单 主要吧 故事是来源于生活 你遇见过 我没遇见过 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 类似这样的故事 因为自己胃不好 所以找别人帮她喝酒 然后当然了 可能不是代价去帮她喝 但是就雇个别人帮她喝酒 这样的故事也很多 真的 对 但主要我想抨击的 就是咱们这个酒鱼文化 因为我觉得不一定非得喝酒 才能态事 特别是把胃可坏的身体不好了 那全都白扯 明白了 那你做这个小品的时候 有没有中间这个框架 会有变化的时候 会有 会有 就是比如说今天心情好 你看这个本子 你觉得特别好 但是你明天再看这个本子 你就觉得不行 你就得重新来一下 然后当演员可能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他也会加入他自己的调整 包括根据他的语言风格 自己做一下定位 这样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品 和之前你构架的这个小品 是有很大变化吗 没有没有 几乎一样 像我这种完美的编剧 这本子不需要太改 我又说重来一句 没有没有 就是这样完美 我刚才看到你给这些 就是男演员导戏的时候 特别有范儿 分量在这儿 体重隔着白 估计可能都是因为打不过我 也就不敢 不能这么说 这就辩驳 对 就是我素质小 他们让着我 这个小品的演员 有大家十分熟悉的余杨 之前在节目中 跟大家见过面的何欢 欧阳振锋 和方双星几位演员 虽然不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对于作品 精益求精的喜剧演员们 还是抓紧一切时间排练小品 何欢 我敬你 对 我敬你一杯 金打来 开不快 金不拉不出 我坐牙 所以我玩难 金毛 搞定 先凭着起 一下子都会塞 第二个人说 太 我敬你 金打来 你很 别别别别 好 废个稳帽 好 你给 给 你 你这个大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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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练过后 节目组的导演来到化妆间 向云阳介绍了节目流程 具体内容等相关事项 让云阳在录制之前做到心中有数 在节目中也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笑 做过了 我要跟他走在一起 然后是我们的AI小鼓手 小龙北 你跟我就两个在下 好 你不愿意先在下 然后你跟旺哥那时候就上台了 旺哥先上 上去之后跟选手 你大家好 我是郭旺哥 是什么什么在下 完了 我是北风 对 你是北风队 然后他介绍了 你的嘴头上场 哎 大家好 上场的时候可以跟观众 声道 哎 大家好啊 所以我介绍一下 我是我是我是李雅爹 嗯 那个我是我们北风队的在家的女人 哎 那个哥们 是你觉得那样吗 是的 但是不对 我就叫一个在养 你们怎么来得养人呢 所以我就叫一个在家 就叫一个在家 我们养的男人 他们都选的是一样 云阳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吉林卫视的舞台 但是他对吉林可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云阳是咱吉林老仙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吉林卫视做节目 对对对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因为在电视台体制内工作了很多年 然后从事这个主持工作和就是整个电视媒体这一块 然后是第一次来 哦 是 然后互相去过很多家 现在除了新疆建设兵团没去过 然后其他的卫视基本都去过 都去过 当然去每个卫视都是为了工作嘛 来到这儿呢 还有一个除了工作不同点 是 还是回到家里面 因为我祖籍是吉林 哦 是吗 我祖籍吉林是福宇 现在归孙元 哦 是 回老家了是不是 对 哦 那这次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演 本期主题就是代价 然后演了个代价元 哦 那平常在生活中这个代价这个话题是不是平常朋友也会直接会有了 当然了 现在这个我们交通整治越来越规范 然后呢 这个我们整个国民素质都在完完善的网上有这个喝酒后不开车的这种警醒意识 然后我觉得这个呢也需要靠我们作为电视媒体人的一个广泛的宣传 我觉得这期主题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见面的小品叫做代价代价 由喜剧演员莱喜 郭腕 马天女小新等演员亲情演绎 小品讲述了代价和顾客之间的爆笑故事 既然是代价那自然就少不了车呀 这次我们的倒计组就制作了一辆跑车 那现在在我们身后呢有一台跑车 嗯 周老师这是哪个小品的道具 嗯 这是代价代价 嗯 小品的道具 这个道具是不是还挺多故事 相当多了 当时导演提出之后吧 其实其实挺难为人的 这个事费了很多心思 当时给二手车打打电话 说要想租一个跑车 完了说拿到舞台上 先跟咱台里人沟通说这个跑车能能上上舞台 他说可以 然后我们上二手车去租去了 租这道具有一个要求 必须把前方档给拆了 那一说啥不干 给多少钱也不干 说这你拆一前方档就等于这个车出车祸了 就是事故车 所以说没有招了 怎么办 完了我说那就坐吧 咱就两尺寸按照那个一比一比的 就坐一辆跑车就完了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走 对所以说后边这车就是我们现场坐的 坐的跑车 感觉像吧 像不是关键 还那门都能打开 而且都是真皮座椅 哈哈哈 俩座的车是不是 对对对俩座 俩座跑车 有要求 导演要求俩座跑车 而且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道具特别精致 不光门能打开 看我们这个倒车镜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方向盘 方向盘 真皮座椅特别真 虽然不能开 但是坐在里面那也是相当气派 由于车身是由泡沫做成的 所以演员在使用这个道具的时候 还是要相当注意 来演员那个天哪在这边吧 天哪在这边 这边演员就是你们给哪边 千万别踩这个帮 那个帮是泡沫的啊 一定叫脚踏 脚踏上 脚踏上直接就上这边 就别踩那个泡沫漏 对对对对 OK 嗯 不要踩哪 不要踩这个帮 这个帮 这个帮 一不小心呢 一不小心那就包 一不小心就咔嚓一下 你就听咔嚓一下 完了这个 你算 不是 那个一不小心就扣老物 那你这 那你这现在行上来 真的一做一做 那没事 我可以把它拿掉 光哥 这是活的 他不是拿掉 要不要走 你还去买 你多啥 不小心摔着也不来着 哎 这不行 这样子一块 那不行 纯嘴 是 我都爬方向爬下了 你说 把这个拿掉 彩排结束 制片人发现了一些问题 立刻跟小品的导演沟通起来 这个呢放不了 除非是啥 除非就是这个悬眼 因为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选择这个最快 这个框子现在限制住 我们没办法 如果说再把车往后再拖 不是你都把车往后 没办法人往前拖 我把车再往前调 这个表演区往前调 要不这地人 你车可以往前调 但哪个框子也就好 对 对 然后表演区 我们再做一个框子 与此同时 节目组的导演也在抓紧一切事件 跟郭旺介绍节目流程 五五一流 最擅长照看乘客 这人一颗醉吧 就跟正常人不一样 傻事都能干得出来 我必须得照顾 看事情 然后视频最稳 跟我昨天给你看的 不太一样 跟他一样 一个是非人上楼 那一个是就陪着 在那边待一个 我们都会比较老 我都会比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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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老 我都会比较老 他就说啥不上楼 不上楼 那就是在车里睡 那你说我也不能 把他扔那块儿 那我就没办法 我就 就你们小品演完了之后 然后你们要走到 从后边 走到舞台前去 现在外面就半圆了 然后主持人会留你们 一些简单的互动 简单就小品内容聊聊 就是随意聊 马天驴这次在小品中 饰演了一位 喝多了需要代驾的人 整场戏大多数的时间 他都在车里坐着 装作睡觉的样子 一直在 一直把在车里 保持这个动作 就有点落枕了 落枕了 往回掰一掰我的脖子 有一口去伤害 那边坐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奇啊 你们给你们放面吧 好好好 没问题 我喜欢你 真的啊 是吗 杨老师 你好 你好 她叫什么呢 她叫什么 杨老师再见 袁老师再见 就算是 他们是 是你们的另外一场 是对手吧 对手 就是对手 就像这样 刚才演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挺舒服的 是 就刚才我们在上场之前 我 旺哥 还有喜哥 我们三个就说 说我是 欢乐都美风 录的第一期 第一个女演员 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 所以我感觉特别荣幸 现在心情棒棒吧 我蹭蹭你 有几个好兆头 是吧 那演姐姐就是经常 这不是这回要演这个 喝多的感觉 对 对对对 那有没有找感觉 是不是要一些办法呢 我刚才买了一瓶啤酒 你喝了吗 我没来及喝 然后我打算是这样的 我一看那个酒精度2.5 我觉得有点低 然后我当时就想 那什么时候喝呢 上台之前喝吧 结果我脱完口红以后 我发现好像喝不了了 然后这事就搁置了 就搁置了 啤酒现在还在那 你要不要尝两口 我就算了 刚刚演完这个作品 怎么样还满意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有点遗憾 就是这整体比想象的好点 但是有遗憾 遗憾在哪 遗憾就在于 有一个衣服忘脱了 也不是算忘了 因为是这个 我们在那个 可能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 时间实在太紧了 那个衣服没有排 没有排 因为我是10点下 9点半下的飞机 直接到了现场 然后呢 有前边那个舞蹈啊 就是零上场之前 20分钟加的 所以就来回那大脑的 主要经历 和主要在思考那个上 后来那个舞台上呢 排的稍微有点少 但是还好 及时的 弥补和叫停了一下 是 我知道昨天晚上 你上车也 就是工作到凌晨 然后大早上 做早班机过来了 是吗 是 我是 睡的时候三点了吧 五点起了床 估计是 睡了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所以嗓子上 我还看到你还在吃 那个肉脑糖 是是是是 因为现在没休息好 有点冲雪肿胀 更多的精彩内容 在今晚21点06分的 欢乐东北风中 会为大家呈现 大家也别忘了收看哦 请懂时分 给您台前喝彩 幕后精彩